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小伙 这位小伙 有人说他是大叔 有人说他是小鲜肉 这个他到底属于哪种类型呢 来 我们掌声有请到出场 有请 全程教练 大家好 我叫王凯峰 今年30岁 来自长春 我的爱情信员是 你就是我的派 这样可以在我的心里 永远的无限循环地走下去 来看一下灭的谁 15号 杨娜的灯 你灭我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吗 其实我觉得你挺可爱的 然后咱们两个年龄形态也比较大 然后你的性格 其实更适合做我的妹妹 行 刚才摸你手也值得了 14号 美玲 你在这笑啥呢 都害羞得不得了了 想说啥 我就想被摸 怎么会那么高兴 是我摸的他 不是他摸的我 那我就更诧异了 诧异啥 诧异啥 没啥呢 就礼貌性的握手 那做朋友没准还能握个手 都灭灯了再握手 我俩先握得后灭的 行吗 美玲 不行 哎呀呀 13号 林瘦想说啥 燕子姐 我就不赞同美玲这种观点 我觉得礼貌性男女之间握下手挺正常的呀 而且我家就包括我爸我妈都说 说那个就是我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多谈恋爱 就是给自己多选择的机会 要不我到美玲那个岁数了是不是也自己怪着急的 妈 你这么扎我好吗 那一块的那个关系还是很复杂的 好好好 来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是一道数学题 好 来看一下小伙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凯峰 30岁 长春人 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辅导老师 虽然我教的是数学 但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 我操的心也是相当的多的 比如孩子对家长态度不好 我也会去解决 由于学校老师只有我一个男的 所以张活累活全都归我了 绝对没有众星朋友的待遇 房子已经买完了87瓶 预计明年升职加薪 做到分校的副校长 同时完成我的婚姻大事 不知道在场的你 愿不愿意跟我走下去 来 13号 林硕 你好 小哥哥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很介意年龄吗 你先说你介不介意 我不介意啊 10岁以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为啥还把我给灭了呢 就我是说了啊 然后因为我就是看过你的那个短片 然后觉得你特别可爱嘛 然后其实感觉特别像小妹妹一样 不是情侣的感觉 黎硕 黎硕 再接什么什么 看我行吗 就是外表的话 我就是虽然年纪小 但是我那个 就是心里比较成熟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啊 16号 花仙子 您是王老师 是心情的园丁 教过祖国的花朵 感觉知识就是力量 哎呀 你说的这几个词 就都是跳跃式的啊 我都接不上了 你现在到底是想问的他是 挺喜欢老师的 而且你笑起来真好看 我觉得花仙子笑起来很甜 然后就是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像你的职业一样 就是心里面的花 就是开放的那种感觉 挺好的 你看 怎么样 不错 不错 对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台上的姑娘我觉得都挺好的 像小婷 很爱笑 可爱 嘴又甜 和花仙子呢 很浪漫 很美好 美玲呢 应该是受过什么伤害 不敢跟其他男生牵手 我觉得克服这个心理阴影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和我在一起 其实我妈比较加分 我妈对儿媳妇 比对儿子都好 那当然了 您的姑娘离开了父母 老到咱家 咱必须得对你好 我必须对她 得像对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就是你们两个打仗的时候 不论谁错 我必须得说你 因为姑娘就是我的女儿 我必须对她好 就是你不要挑逆 但是我必须得跟她好 我必须得跟她好